我们首先带您关注 在中东国家科威特 周三惊传大火事件 至少有49人死亡 而且大多都是外籍移工 我们首先看到科威特内政部指出 这起事故是发生在首都引南大城 麦加坡市里面一栋六层楼高的建筑 这里面是有一间外籍的移工宿舍 住了快有200人 而在当地时间上午6点的时候 当局接获火警报案 一楼起火之后浓烟不断的往上窜 很多死者不幸都是被浓烟给呛死 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调查 但是科威特副总理到场视察之后 他痛斥是业主违法 将大量的工人塞在狭小的空间 才会导致伤亡严重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